禮拜天晚上11點了 還有不少車塞在血碎 但有眼尖駕駛發現 有輛白色轎車怎麼怪怪的 後面車牌少一碼耶 仔細一瞧 原來是右邊數來第二個數字 被黑色膠帶貼掉 趕快拿手機打1968 跟警察通報 警方說要在隧道口藍車 熱心駕駛在後面 跟了20多公里的車 等啊等 等啊等 要下交流到了 還是看不到警察到底在哪裡 事件坡上網 罵聲一片 但郭道警察反駁說 接到報案就派巡邏車過去 最後警方認定損毀 變造汽車牌照到沒法辨認 開罰2400到4800塊 違規的還有 新北市本橋府中間 附近的這名朱姓男子 16號上午7點多上班 尖封在車來車往的 馬路中央三角花圃溜達 一下把石塊磚頭往馬路上丟 一下又把垃圾放在馬路上 不知道是不是天氣太熱 脫掉上衣 最後還拿出三角錐 幫自己圍了一塊掃天地 警方到場關心 他說自己是在做資源回收 已經被勸離 幸好沒釀成車禍 但在路邊堆積或拋殖 妨礙交通的東西 已經違規 最高罰到2400元 下次還是別把馬路花圃 當自家花園 免得造成別人困擾 又傷荷包 記著讓真名曹天海 那才也封不到